春天正是樱花盛开时节 全省有多处赏樱景点 在新竹市区的公园里 既有难得的合金樱花美景 而这些漂亮的樱花能够顺利成长茁壮 捐花一群高龄70岁以上的乐龄志工细心照顾 一朵朵粉嫩淡雅的日本合金樱花灿烂盛开 吸引民众拿起相机 记录着难得的樱花美景 觉得好像来到日本的感觉一样 赏樱不必到日本 在新竹公园里 就能看到他们美丽的身影 忙完家务就可以来这边 也不必出国 这两三年我都有来观察这边樱花 樱花是越来越漂亮 摄影同好的话 应该可以来这边拍照不错 而这些漂亮的樱花 全靠一群高龄70岁以上的乐龄志工细心照顾 参观的民众 能够看到这么好的花 当然他们的喜悦 我们也是觉得很关荣很高兴 在支工门的照料下从一开始日本育婴协会赠送新竹市140株合金樱花苗到目前新竹公园已经培育出600多株樱花 常见学院的这个演艺办里头的人啊 我们前几位来办法来照顾 一方面付出退去的一种的红性社会 我们理事长他十年如一日 每天早上四点多在家里就要起床 准备要来种植要管理要保养 不同于台湾山樱花的艳丽 新竹公园的合金樱花显得粉嫩雅致 民众在享受赏赢乐趣时也别忘了谢谢新竹市松博常青会志工们无私的付出 新唐人亚台电视黄定国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